只因乡下土妞和富家千金长得一模一样 竟然一夜之间变成了白雪公子 由于富家千金的临阵逃婚 哥哥依贤竟让多灵代替妹妹去和财阀少爷订婚 当妈妈看到一身土气的多灵 瞬间被惊呆了 竟和自己的女儿长得一模一样 虽然长得挺像 但还是感叹多灵的气质无法和自己的女儿相对 为了能骗过财阀少爷 接着就对多灵全身大感到 立马就变成了富家千金的模样 哥哥还对他进行一对一的培训 让他熟悉对方家里的所有人物关系 还提醒多灵饭桌上少说话多微小 一切准备就绪后 很快就到了两家联姻的饭局 从没见过大事面的多灵有些紧张 并表示要去下卫生间 没想到竟在这里遇到了曾经骗他钱的大婶 当初就是因为被骗了钱 这才导致没钱给奶奶看病 不然他也不会冒充富家千金来订婚 康周父母看到准儿媳没有到场 以为又要逃婚 妈妈见状便让一嫌出去找多灵 但康周却表示他出去看看 而此时的多灵完全不顾自己的形象 拼命追赶骗他钱的仇人 康周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立马停下了脚步 好在他的弟弟康人及时出现 帮助多灵化解了危机 但一阵熟悉的声音引起了多灵的注意 原来康人正是他喜欢的大明星 听到康人叫了一声哥哥 他这才意识到眼前的男人正是自己的未婚妇康周 多灵立马慌了神 他害怕自己的身份被暴露 急忙赶走了骗他前的女人 然后整理下头发迅速摆出一副大小姐的模样 果然这身打扮并没有让康周产生怀疑 康周提醒他逃婚一次就够了 如果没有信心承担这个位置 现在放手还来得及了 就算不是你 能代替那个位置的女人幽默 多灵感觉这家伙太目中无人了 说话方式更是没有人情味 为了能完成任务 多灵还是忍了下来 并提醒他长辈们都在等着呢 可就在这时 多灵脚下一晚不慎跌倒 他急忙拉住康周的领带 就这样两人意外地亲吻在一起 随后两人迅速推开彼此 各自都摸着嘴巴惊恐万分 多灵立马又反应过来 你一个大男人不知道躲开吗 运动神经真是太弱了 反过来开始诬陷康周是故意的 随后多灵尴尬地抹了下走就离开 可就在两家人一起用餐室 多灵的手机突然响起 这劲爆的铃声立马引起众人的注意 原来这铃声正是康人第一张专辑里的歌 多灵见状急忙表示自己是他的忠实粉丝 康人还邀请多灵参加他的演唱会 多灵一听立马来了兴趣 康周却是一脸的无语 这让未来婆婆也没有想到他是康人的粉丝 哥哥听后一脸紧张地看向多灵 没想到反应机智地他解释道 快要成为一家人 相互了解还是应该的 这才化解了尴尬 紧接着尴尬又来了 看着眼前的高级西餐 多灵不知道如何下手 地旁的哥哥立马给他做起了示范 他也学着赵总 第一次吃到西餐他开始大口躲一起来 公公看到后很是满意 并表示吃得好才有福气 就这样有惊无恐地吃完了这顿订婚饭 可回到家不久 多灵就接到未来婆婆打来的电话 让他明天独自一人来家里一趟